一大清早小朋友们在图书馆悠哉看书 下一秒一阵天摇地动 大家吓得狂奔 不少书籍被震到地上 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小朋友赶紧躲到桌子底下 这是4月3号发生规模7.2强震当天情况 之后土城国小成了这副模样 不小处墙壁被震碎 有的钢筋外露 四楼水泥墙更整个裂开 土城国小受损的地方主要都在大楼与大楼间的连接凤处 这边呢可以看到现场校方都已经先拉起了封锁线 以及会设置这个危险的告示 就是避免小朋友靠近 两栋大楼转角处两边用椅子隔开拉起封锁线 不过一旁就是厕所 小朋友难免会经过 家长很担心 是一定担心的啊 但是因为就没有假如说飞骑站 还是冒着生命会前去上课 很多同学都是酷着上课的 这个很久了啊 然后又感觉好像没有在处理这样 当天的下午就有济湿到我们学校来 那整体的评估 我们的组结构是OK的 对学校能够去处理的 那个比较容易处理的部分 我们就先行做了处理 我们准备要往上上级城报 校方表示目前在等上报后的流程 不过这次强震 新北市共有12件建筑物严重损害 其中土城就拿到6张红黄单 为何多数集中土城一带 北市反而灾情较少 学者研判跟地盘反应有关 这一阵让国小业重创 如今家长只希望校方尽快修复 还给学生安全的上课空间 三级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